台電資本額多少 台電資本額多少 3300億 這樣淨資產多少 4600億 請問台電有沒有上市啊 台電有 有 沒有上市啊 有上市啊 有股票 啊 有股票喔 有股票 公開發行啦 公開發行 有 有還沒有啊 講清楚啊 有 有 你們行政官員連這個都不知道啊 天啊 不知道啊 這都不知道啊 廢掉就變成台電的資產 核四的資產3000億 從資產轉為負債喔 我們政府會細部來討論 對 所以你都不知道啊 你都 可悲啊 這個 這一次的調薪加4% 是不是 是本薪加專業加級 以學術單位來講研究加級 還有加班費等等等等 只要 只要是他的正常的 regular的收入 經常性的收入都加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還有加班費 請問你 人事總署的署長也可以來 對 署長也可以一起來 來 怎麼現在告訴我們 市委員市長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那個 基本上的調薪 人事費調薪只調三項 本縫專業加級 專業加級在學校裡面 就是學術 研究加級 加級 再加主管加級 我們只就 對我們就只就這三部分 其他部分不是 加班費沒有 誤倉會沒有 都不是 他不是通案 或是住宿會也沒有 那個是如果需要調整 是不定期的 看這個狀況去做處理 就加三項 對三項 就是本薪專業加級 學術單位叫做研究加級 對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主管加級 主管加級 這三項 主管加級也加 對 這三項一項都是 歷來調薪的時候的三項 那退休人員加不加 退休人員 因為我們有一個法規的機制 他必須用按照法規的機制去處理 他要先組成一個委員會 我在總質詢問了蘇貞昌院長 那時候你不在 因為我不在那個委員會 不在司法委員會 蘇貞昌院長給我的答案 你可以查一下公報 對 但是院長 他說我們絕對往 有利於退休人員的方向走 他的言下私意 跟他插一句 沒說說要吃啦 跟他插一句而已啦 是 是的 方向上是要 修法也簡單 修法最慢7月份可以修好 對不對 原來是脫鉤的 現在等一下掛鉤 對吧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掛鉤 所以只有按下地 不是 我們現在按照現在 主席長已經準備10億 給這些人加碼 對不對 主席長 準備10億了嘛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那是我們說先匡列一個科目 那將來再來說不夠 我用稍微被驚討 所以那個人士的 10總 10人士長啊 10人士長啊 你的意思是 這一次退休人員加薪 即便修法7份過了 能不能追溯到 明年的1月1日 可不可以 這一次因為還是按照 現行的一個制度 現行的制度 這是脫鉤的 所以我們按照程序 你的講法跟蘇貞昌不一樣 至少每4年必須要 要省少一次 所以我們會去調整他 但是這個調整是按照 請你回去問一下 蘇貞昌喔 蘇貞昌講的跟你不一樣喔 你這樣子會不會打槍喔 你的光位不保喔 沒有是一樣的 蛤 是一樣的 不一樣 他說要往有利的方向走 是有利的方向走 那你現在等於變成說 還是脫鉤 那就玩些地啊 那這等於說 蘇貞昌當院長才有加 他不當院長就沒有加 各位委員報 因為107年又根據 這個現在的法律 可以改啊 法律可以改啊 法律可以改啊 在法律沒有改以前 我們必須依法行 按照現在的法律 所以7月份要改到7月份啊 是是是 現在法律還沒有 我們還是按照 我知道啦 所以要修法到7月份以前 要修法完畢嘛 你要知道這個進度啊 不用要這麼緊啊 這個 這個我們對你這樣失望啊 這個這樣子代表 代表蘇貞昌跟 施俊仁嘛是不是 請問你貴姓大名 施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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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啊 施仁傑 你們兩位啊 唱雙謊啊 唱不通調啊 唱黑白調啊 不好啦 欺騙退休人員啦 害人家白高興一場 沒有 蘇貞昌兩次在行政院 都說在院會喔 別的偶爾問 他說對 往這個方向走 錢的準備好了 結果你說不是耶 要脫鉤耶 沒有這個脫鉤 脫鉤是他一定是往這個方向走 只是要按照程序 沒有這樣就沒有啊 就會 可以修法變 以後就勾在一起了嘛 這可以修法啦 按照現行的制度 在7月 明年的7月 這可以修法啦 施仁傑 市長啊 可以修法啦 現行的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規定 那修法是大院的這個 你頭上這麼重呢 可以修法 不要忘了可以修法 你們一定都是修法 行政院對退休人員的照顧 這個立場是一致的 那我們也是持續 要不要連別在一起吧 還是脫鉤 那現行的法律是脫鉤 但是我們已經先預編 已經先預編經費 那麼在明年相關的審議程序 你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退休人員加薪就只有這一次 以後 限制的軍公教人員加薪 退休人員也沒有份 因為修法不會這樣修 就白問你就這樣講啦 我跟委員報告 這現行的法律 法律就有規定 退休人員調薪的機制的程序 改意思講法律 法律可以改你不聽到 奇怪法律可以改 委員你也要依法行政啊 沒有錯 以前公投綁大選 為什麼連修法以後 就把它拿掉 法律都你們在改的啊 要不要做好而已 去顧位啊 這個也是要經全體 要經委員審議 全體看你們而已 蘇稱昌後 好話說盡啦 結果你們背後 通通否決啊 可悲啦 好吧你們兩位請回 你們兩位請回 你們兩位請回啦 你這個東西不記錄狀況的 請回 那個主席長我問你啊 通貨膨脹到底遠不遠重啊 那我只能夠說 物價目前有上漲的壓力 大家目前的情況 已經到了通膨的一個現象 那個是我們認為說 通膨有教授提到啊 有專家提到啊 說美國是連續6個月4%啦 台灣CPI連續6個月2% 這樣說法你同意不同意 這個他講的是一個事實 你同意不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他說一般定義是這樣定義 你同意嗎 他講的是一個事實 不然你怎麼定義通貨膨脹 定義通貨膨脹是指全面性的持續性的 他講前面性就持續性就連續6個月4% 或者台灣連續6個月2% 那目前有些東西是上漲 有些是下跌的 來我告訴你啊 老百姓最好感的 最近就有人跟我反映啦 集合家也在去啦 旁邊肉肉也在去啦 蛋子麵也在去啦 核心物價 10月份的核心物價 老百姓就有關係的 加油漲了28.97% 水果漲了17.67% 蔬菜漲了16.6% 所以陳吉仲就睜眼說瞎話 說什麼蔬菜平價 漲了16%怎麼叫蔬菜平價 笑死人 運輸漲了12% 肉類漲5.43% 蛋類漲4.95% 這個都核心物價漲了3.03% 這個都是你們公佈的資料 你們公佈的資料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他這個是跟去年比較 如果跟上個月比較的話 我們目前 請經濟部部長一起來好不好 請王部長 人家人家國外啊 平利物價是用貨幣政策在對付啊 我們是用經濟部的平價專區啊 哇這個真的是 小米小小小這個 步槍對大炮真的是 超高的啦 我們的格局這麼低啊 這個王部長 評價專區對物價頻率有幫助嗎 這個讓消費者知道更多的評價 然後可以選擇 是 源頭不在這裡啊 其實我做球給你都不會接 你說對啊 我們的效果不一點點而已啊 要很好那你生息效果更大啊 不是這樣講 這更好啊 更好的答案你都不會這樣講 對不對 既然你來了 我就順便問你啊 其實我們今天知道 平價區啊 沒什麼好 短期間而已啦 真的 你這樣貨幣供給這麼大 錢這麼多 他就一直漲 對你們來講 那個叫做秀而已啦 其實 來我現在問你啊 台電資本額多少 問你台電資本額多少 那個竹記長可以回的 竹記長 竹記長請回 三千三百億 台電資本額多少 三千三百億 三千三百億 現在淨資產多少 四千六百億 有這麼多啊 四千六百億 是 好 根據公司法規定 如果資本額虧了一半 要怎麼樣 要增資喔 請問台電有沒有上市啊 台電有 有上市喔 有沒有上市 沒有上市 有上市 有股票 有股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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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啦 有沒有公開發行 也沒有 有公開發行 有 有還沒有啊 講清楚啊 有 你們行政官員連這都不知道啊 天啊 這都不知道啊 你回答一下 既然你們這麼討厭核電 這麼要大力反核式 為什麼乾脆把核電幹掉 把他關掉 為什麼 王部長為什麼 還要給他封存 每個月每年要幾幾億 為什麼直接把他廢掉 為什麼不要廢掉 燃料都把他印出去了啊 為什麼不廢掉 如果民意有確定了 然後預算有確定了 我們就會去執行 執行什麼 你知道廢掉什麼意思嗎 廢掉就變成台電的資產 台電核式的資產 3000億從資產轉為負債喔 你的淨資產馬上存一千幾億喔 他類的喔 按照公司法的話 你要辦政治喔 我們政府會西部來討論 所以你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哎呀你都不知道 實在是 可悲啊 這個完全不知道 等一下我們請那個 國華會的副主委一起好不好 請郭副主委 財政部的部長一起好不好 請 就一起問 文言好 美國確定 不要再回CPTPP了 他說要成立 印太經濟架構 所以蘇贊昌的黑白蘭共 說哇如果 這個 不吃萊豬啊 CPTPP加不進去 美國不高興 美國就 就不加入了啊 確定不加入 美國要成立 印太經濟架構 請問 國華會副主委有沒有掌握 有沒有掌握 我想這個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你有沒有掌握 不會不會 你問這個 印太經濟架構 我想那個 那個 你有沒有掌握啦 是 因為我們一直注意到說 美國其實他在 亞太地區的主要的戰略就是 希望成立印太的經濟架構 來抗衡 他的經濟架構 來抗衡 跟RCEP啦 到底是這樣子 要抗衡大陸主導的RCEP 所以他不要加入CPTPP啦 那個太小了 size太小 對不對 GDP CPTPP GDP只佔15% RCEP佔30% 他可能要搞一個更大的佔35% 40% 這樣子 大家都很清楚 有沒有找台灣談 有沒有 有沒有請台灣加入 或者請台灣來 來跟他談一談 跟你談一談有沒有 這個 我想那個印太的經濟架構裡面 我想其實 有沒有台灣 我問你啦 有沒有台灣 台灣一定是一個重要的 他們要 沒有啊 他談的都沒有 我看了談的國家 談日本 談什麼沒有談你們啊 沒有談台灣啊 談我們的沒有啊 也許不是在台面上 什麼呢 也許不是在台面上 你要確定喔 你不要亂講 這國會殿堂講實話喔 國會殿堂講話話 你是違憲頭 不要講謊話喔 你可以不講 不能講謊話喔 我所知道根本都沒有談啦 因為他還在弄嘛 還在炒你階段嘛 抽出 看下次再見 更把 喔 A